网球主的最佳治疗方法有哪些 网球主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一般我们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 非手术治疗包括可以休息 休息的时候就是避免患者进行剧烈的运动 尤其是禁止打网球这样的动作 第二在损伤的急性期可以进行冰服 一般一天四次一次15到20分钟 不要将冰块直接接触皮肤 以免冻伤皮肤 第三口服药物 我们可以口服一些非宅体类的消炎止痛药 第四我们可以采用支具进行适当的制动 第五可以采用热疗 一般药要在损伤的24小时以后 应该在牵引疗法或运动准备活动之前 第六牵拉疗法 当急性疼痛消失以后 我们可以按照医嘱进行轻柔的拉伸 尽量的不要缠疼痛感 保持拉伸状态的10秒钟重复6次 第七个就是力量训练 按照医嘱进行加强万身力量的训练 第八逐渐的恢复运动 按照医生的建议 开始锻炼运动项目需要的手臂运动 第九对于疼痛患者比较明显的 我们可以用适当的激素的药物进行一些 局部注射消炎止痛 第十体外冲击波的治疗 可以改善局部的血运 减轻炎症 对肌肌磨端病的效果很好 第二手术治疗 如果是网球者的晚期 或者是顽固性的网球者 经过正规的保守治疗 半年至一年后 症状仍然不见减轻 影响生活的 我们可以采用手术治疗 手术的方法有微创的关键镜手术 还有创伤益不是很大的开发型手术 以清除 手术 了准备 了准备 ashIO 的 !!!!! 如何 出移 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